你见过这么厉害的地刺王吗 黄金头巨人一扎一个小朋友 就连最终BOSS江王博士也只需要他的一击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他的故事 小时候的地刺王总是在其他小伙伴遭遇到僵尸攻击的时候挺身而出 牺牲自己抵御巨人僵尸的垂击 植物们在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有它的出现总能化险为夷 因此植物们都很喜欢地刺王 地刺王你真厉害 有你太好了再也不怕巨人僵尸的进攻了 可是地刺王并不开心 整日忧虑重重 他也有着自己的烦恼 这还要从地刺王很小时候说起 一天他的好朋友高坚果独自在草坪上玩耍 碰到了大块头巨人僵尸 这个时候地刺王准备迎面抵挡前来的巨人僵尸拯救高坚果 兄弟加油你可以的 但是他的实力太差了迎面抵挡 还是没能拯救出他的好朋友高坚果 地刺王因为此事 一直很自责 都怪我们能几日保护好他 地刺王从此立下誓言 一定要打败巨人僵尸 努力变强给好兄弟高坚果报仇 这个时候他找到远方表哥小地刺 寻找变强的方法 听说最强的陆飞快要飞上 他留下了一枚恶魔果实 听说只要服下 就会获得强大实力 只要通过考验 就可以获得 因此地刺王连夜找到了陆飞 前来参加考验 获得恶魔果实 陆飞大人要怎么样 才能获得恶魔果实 要想获得我的果实 就必须通过我的三关考验 第一关你需要击败 机甲胆蓝球两兄弟 这么难吗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吗 只要大家在你战斗时长按点赞 就可获得五秒时间的无敌金身 大家记得帮帮我哟 战斗开始 小地刺 向前冲去 第刺王打败了橄榄球两兄弟成功通过了第一关 第二关你需要击败冰车三兄弟 这一关依旧可以给你助力 获得三秒时间无敌金身 小伙伴们记得多多帮助我 战斗开始 第刺王对付冰车僵尸有克制作用 但是第刺王 以前战斗落下了残疾身上的第刺已经破旧不堪 对付三个冰车有点危险啊 第刺王危险时刻 发动无敌金身与冰车僵尸途归于尽 陆飞被他的忘我精神感动 决定三举两胜志 给予第刺王恶魔果实的奖励 小地刺破例给你开这一关 这一关你需要打败擎天巨人僵尸即可通关 并且这一关内 支持你的小伙伴在评论区电谣 或者打出这个字 即可帮你提高攻击力 小伙伴们最后一次靠你们到牢 最后一局开始战斗 残破的第刺王对战擎天巨人小弟刺这一局 很危险啊 小伙伴们一定要帮帮小弟刺让他化想为夷 还有我去 小弟刺这一局很聪明依靠自身套路 巨人僵尸 不断消耗他的血量 最终 依靠持久战 获取了胜利 成功得到了恶魔果实 这个时候 他已经升级成黄金帝刺 当他再一次遇到巨人军团的时候 如同卡瓜切菜 就算碰到他们的老大 将王博士机甲 也只需要他的一击 但是他的好伙伴高坚固 再也回不来了